保时捷推出史上最强的量产车,虽然不是引擎车款而是电动车,但Tikon Turbo GT以及家中Y6套件的Tikon Turbo GT with Y6 Package车型,依旧堪称是史上最强的量产版本保时捷,不幸的话您看看以下的惊人数据,马力超过1100匹,0到100公里最快只要2.2秒,0到200公里加速最快也只要6.4秒,对了还有台湾保时捷公布的最新售价,两款车型台湾最新报价也达到1048万, 也是保时捷在台湾所推出最强也最高贵的终极纯电跑车,其中这款最新Tikon Turbo GT还有几个特点,那就是包含特斯拉最强的Model S Plaid,或是其他欧系美系中国大陆电动车,强调的都是在车上放上三组马达甚至四组马达,当然马达越多加速就越快,但保时捷可不这么做,最新推出的Tikon Turbo GT依旧维持前后双马达,后轴马达则是更加强化,使用最大电流900A的逆变器,比Tikon Turbo S的600A逆变器更强大,保时捷要告诉全身, 保时捷身为跑车大厂,就算维持双马达,透过加速,刹车,过完抓地力,空气力学,稳定性和各方面细节上的调教,依旧能在纽柏林北环赛道上,成为速度最快的四门车款,配备Y6套件的Tikon Turbo GT,也能在Lagunasic赛道上,写下电动公路车最快的单圈记录,因为保时捷相信电动车不只能加速,更要有强大的操控性能,这才不愧保时捷身为跑车大厂,就算走入电动车时代,依旧要维持保时捷就有的精神,最特别的是加 加装Y6套件的Tikon Turbo GT with Y6 Package车型,透过全面轻量化,至少能轻上75公斤,除了换上碳纤维复合材质同意,取消电动尾门之外,还能选择两人座或是四人座配置,您没有听错,拥有四个车门的保时捷Tikon Turbo GT,选配加装Y6套件也能变成没有后座的双座跑车,由此可见保时捷对跑车灵魂有多么坚持,这辆马力超过1100匹,0到100公里最快只要2.2秒,0到200公里加速最快也只要6.4秒, 还有台湾报价达到1048万的保时捷最强电动车,您觉得是否还是您想象中的保时捷呢?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,我们下次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